似乎在不少電影、小說裏 都會有一個出場不多 但卻光芒萬丈的角色 例如在金元武俠小說的《血劍》中的金蛇狼君 雪山飛湖女的胡一刀等 而在本劇裏 這個角色卻是男主角李政克的哥哥李姆克 這位青年軍官不但高大英俊 面上時常掛著溫馨的微笑 使人有袁木春風的感覺 他更為了承傳弟弟 讓他可以發展自己的音樂事業 竟寧可讀過而承擔起重擔 承責父親的政治事業 另一方面 他雖然生活在那國道裡 仍然會見義勇為 例如當那個保衛部的涉聽員在街上被人毒打之時 便仗義出手 驅趕那些欺負他的人 所以他的影子 一直仍要在弟弟李政克 以及涉聽員鄭萬福的心裡 揮之不去 不者極之喜歡這一種陽光大哥的角色 例如在近日的台灣電影陽光土照 戲中哪個少年範弟弟也有著這樣一個令人難忘的哥哥 同樣亦是英年早喪 唯獨只有他的世去 才會使得這國誤入歧途的弟弟感到痛色不易 不停質問上天為何要奪去這位完美的哥哥呢? 也因為有料理母黑者的角色 才驅使男主角深入調查那中公路連環謀殺案 同時使男主角在劇中不少的冒險行動得以合理化 甚至乎在公路上為救助女主角而進行槍戰的危險行動 亦使觀眾明白到 他雖然平日沉默寡言 其實卻是個重情重義的的血性漢子 也因為有料理母黑者的角色 方使到可憐的竊聽完鄭曼福之性格設定更形立體 他縱然每天因為工作需要而被迫監聽男主角的一舉一動 但在他心裡卻感到無限的內疚 因為對方正視自己因人的弟弟 又如何能夠忍心的幫助別人去對付他呢? 不者只看到開手的掃集 卻頗忠情於當中的一些配角 例如男主角的未婚妻隨丹顛為不俗 他屬於冰山美人 不但外罵青藝絕俗 活象神雕俠女中的小龍女 性格更顯得獨立該奧 縱然碰到心上人竟然結識了另一個陌生的女子 卻仍努力的維持自尊及矜持 不會哭哭啼啼的去且情敵的頭髮 故此不者反而喜歡此角色的設定多於女主角 當然整個劇集的喜劇部分 主要來自渣那國道的落後生活 使得觀衆仿如觀看周星馳的國產007 而女主角則變成了皇逆小說陳秦記中的漢少龍 擁有現代資訊科技之常識 跑到了了這個落後封閉的地方裡 就可以視無忌憚地 不停向當地人指指點點 獻上各種南韓式的妙計錦囊 當中最使道不者忍疏不禁的一幕 卻是描述他竟然拿自己本頁的時裝常識 將那件極之難看的賀秀衣裙 改裝成最時尚的法國時裝 藉此娶越南主角上司的妻子 再成功融入那班太太團類 使得這群大媽是立即她為自己 此段變鬥得不者笑過嘻哈絕倒不義 承言 韓劇的主要目標觀眾必定是女性 所以女主角勢理這個角色的設計 可謂習肯多受歡迎的迪士尼同華的主角於一身 例如他在南韓之時 是一個決斷英明的挑嘴小公主 在商場上戚詐風雲 這其實正是冰雪奇緣 Frozen 中的有十女王之另類衍生版 但當他跑到了北韓之後 形象性格遭遇立即大變 不但得到當地的白馬王子的垂青 更有四個小兵時常服侍在旁 為他馬首是尖 由於七個小禮人 而世里亦不知不教間變成了 童話女的白雪公主 Snow White 當然 女性觀眾於韓劇中看得最陶醉的部分 必定是男主角對女主角的無限付出 但劇中男主角對女主角的無私付出 實在已經到了驚天動地 匪夷所思的地步 例如他竟然安排女主角喬莊成那兒的運動員代表 跑到歐洲裏去 到了當地之後 再叫他獨自離隊逃去 此舉不但會牽連到自己的父親 更會使到自己陷於不測之地 被那處裂為壞分子 其後果實在不堪切上之節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靜庭 謝謝 謝謝 主持人 有 有 estou 感動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